就这 感觉装不了太多东西似的 就这样 挺好的 2月10号 周三 下午2点43分 今天回老家 OK 一切准备做到 出发 保持20多码的速度就可以了 不用起来快 因为距离很远 冰冻的很厚 哇 汤河大桥 老多人在这钓鱼 马上出市区了 来吧 骑摩托车的大哥 速度太快了 我这个速度才25码 哇 大路超天各走一边 这条路太宽敞了 大路宽阔 任我支撑 OK 加油 喝点水 喝点水 速度挺快的哈 速度很快啊 赶紧往下走 赶紧往家走 赶在天黑之前到家 刚走25.8公里 还不到30公里呢 还差一半的路程呢 加油啊 加油啊 过日余晖 哇 驼包很重啊 马上到丁兹路口了 冰河东路 向右拐 一直向北走 沿着102国道 一直向西走 就可以到家了 这块是一个小横岛 现在已经走了42公里了 还有20多公里的路程 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速度还得加快啊 吃点压缩饼干 补充能量 加油 发生了 快要开 快要开 天色已经渐渐的变黑了 晚上五点半 很快 这是一个上坡 补充点能量 OK 加油 天黑了 OK 顺利在望 马上到家了 加油 就是这个路口左转 今天晚上是腊月二十 腊月二十九 明天是年三十 也就是大年三十 所以就得赶到家过年 上坡 这条路实在是太熟悉了 不过了 隐约约听到谁家放鞭炮呢 开始有年味儿了 很小 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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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到家了 这条水泥路真的是又是坎又是沟的 这条路真的很烂 不过年了 不过年了 再骑两百米就到家了 这一天 简直太完美了 再有十米到家门口了 村子里好近啊 终于到家了 开门吧 2点47 现在是6点40 四个多小时到家 这条路 这条路